咳嗽養生密碼 天氣變冷了 有沒有發現周邊的 酷酷掃聲音好像變多的呢 如果咳嗽想要用中醫 來調理身體的話 該怎麼做呢 今天很高興請到的是 中醫師陳潮龍 陳醫師來到節目現場 醫師早安 子孫早 觀眾朋友 大家早 醫師 首先講氣溫奏降 對於這些支氣管 有很大的影響 如果中醫上來調理咳嗽的話 先來講咳嗽好了 其實中醫咳嗽分滿多類型的對不對 對 其實中醫把咳嗽 簡單分為兩類 一個叫做外感咳嗽 一個叫做內傷的咳嗽 外感的咳嗽 跟現在講的感染型的比較相似 就是感冒 對 內傷的咳嗽 可能就是因為慢性的發炎 身體慢性的發炎 它反應到我們呼吸到了 產生它黏默的一個反射的動作 我們就叫咳嗽 叫內傷咳嗽 好 所以外感的話 就是等於是說你需要去治療它 把它把細菌給消除對不對 內感的部分 我們該怎麼樣來做調理呢 其實內感的部分就是 你要保持身體的平衡 我們講 中醫講 陰陽表語 寒熱虛食 你把它調好 大概內傷的咳嗽就會 慢慢痊癒 慢慢痊癒 但是需要滿長一段時間就是了 當然站在醫療的立場 時間要越短越好 越短越好是不是 OK 好 像比如說我如果是內感 就是長期這樣咳嗽 我可以平常就這樣咳出來嗎 就是這樣對氣管是好的嗎 其實我們要咳嗽 你很難自己去抑制它 除非你藉由外力 咳嗽本來都是一種反射的動作 就是身體上有發炎 黏默發炎的 它必須藉由咳嗽來緩解 它身體的不舒服 它喉嚨那個刺氧感 所以藉由咳嗽把它做一個緩解的動作 好 但是我如果一直都不管它 就是每天就這樣照咳的話 這對身體會不會有很大的影響 當然很多疾病是 從小的地方你就要去注意 要不然它會蔓延到其他的器官 會影響到其他的器官 譬如說你今天咳嗽不治了 它可能到你的鼻咽 可能到你的肺部 不只有肺部 你甚至其他的消化系統 也會受到影響 OK 好 這個內感咳嗽來講 其實最主要就是因為你的 氣管太乾燥了 我們要潤喉一下 在中醫上有哪些潤喉的好藥材 中醫常常用的潤喉的藥 譬如說我們用的碰大海 甘草 極梗 好吃都滿常聽到的 麥門冬 杏仁 貝母 枇杷葉 這個都非常容易取得 而且味道都不錯 這些都是可以每天使用的嗎 可以 還是不要過量呢 其實這些東西我們建議是 多吃無防是不是 應該是說 依照你喜歡的味道 你喜歡天然草本的這些東西的感覺 你自己去調配 而不是說一定要有一個成方 所以這個是茶飲 茶飲就是平常我們泡烏龍茶 泡紅茶 泡綠茶 你加一點點進去 對 可以加一點進去 也可以單純只用這些中藥材 來當成你茶飲的基材 如果擔心過量的話 就是趕快來請教中醫師對不對 好 除了就是喝的東西 這個藥材的部分之外 在我們生活上 應該也要特別注意哪一些呢 當然咳嗽的患者 經常會咳嗽的患者 你應該注意自己的運動量是不是夠 還有睡眠非常重要 睡眠要充足對不對 睡眠是影響咳嗽很重要的因素 在臨床上很多患者 他好幾個月好幾年的咳嗽不會 只因為他平常 就是因為熬夜 熬夜 對 坐起的時間不對 睡眠的時間太短 所以我們都建議第一個 一定要睡眠充足 飲食上也要找一些比較 滋潤的東西吃 不要吃太刺激的 比如說辣的 炸的 甜的 冰的 尤其在喝水的時候 也不要喝得太熱 太涼都不好 溫的就好 太熱太涼都不好對不對 對 而且量也要控制好 有時候我們認為說 趕快要多喝水 其實熱水喝多了 反而造成它臨目上的刺激太嚴重 它反而會有一點輕微的濁傷 造成另外一種傷害 OK 好 我如果到中醫診所的話 平常的話我們會 索取一些什麼樣的藥材來做保養 就是說在食物裡頭的話 在食物裡頭 平常我們用一些檔森 黃旗 杏仁 芙苓 白樹 半夏 陳皮 這個都是我們在臨床上用的 很多的關於治療咳嗽的中藥 其實很多的藥燉湯品裡頭 也都包含這些藥材 是… 所以民眾也是在平常的時候 就可以做好這些保養了 是 OK 好 今天非常謝謝 陳醫師來到節目現場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